我们家小妮子洗完澡喝完奶又睡着了 大家好我是悠悠 今天我要去商场买点东西 所以准备化个妆 生了孩子以后都没有化妆 你今天不要捣乱哈 今天妈妈没时间 谢谢宝贝 今天妈妈去买东西 东西 买东西 买买东西 你在家里听爸爸话啊 我讲 你那么开心 熊熊不会疼吗 好久没化妆了 还挺期待的 防晒是一定要涂的 一年四季 我的化妆包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超级简单 我尽管我尽管你 我尽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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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真是 很厉害的 我尽管我尽管你 我偷尽 小家伙 妈妈去买东西了 他那么油 口红都白抹了 反正一会还得戴口罩 朋友们 你们说我化妆 是不是看起来要精神一点 好了 现在去商场买东西了 选礼品 买零笔盒就行了 转了一圈 这好像都是那个饼干呀 巧克力类的比较多 都是这种 云食 奶奶跟我说夏天的话最好是那个 喝的饮料类比较好 这个是那个布丁 十二个 今天呢要买三样 就是买三份 这三份都是收到了大家的一万元的那个红包 我要回的话 基本上就是回到一半以内的价格的东西就可以了 婆婆跟我说两三千都可以 这些的话感觉还不错 但是呢 你事儿看起来太少了 太小了 而且它还是东西现在都快没了单货的那种 中村屋的话在这边吃的里面还算那个有名的 我记得林家那时候是我在网上订的 订的是那个毛巾还有吃的那种碎盒 然后这边的回礼是人家送的红包的一半以内 像最有人去的话基本上都是那个大多粗妹 就是送大米 还你还大米 还有那个夏天的话像是送每个面条 然后我们家的话奶奶跟我说 她说因为我要房里的人家里都是小孩子 说如果说可以的话 让我买些吃的会比较好 现在一段时间一直在忙就没有 然后现在晚上定的来不及了 是来货太晚了 所以呢我就只能来这种礼品商场 专门买这个礼品的地方选一下 然后让包装一下就可以了 实在不知道买啥好了 问店员了 这是人家吗 rocking 真好 就是一 bow 那吧 我专门三戴在那里帮我包装 成员的 在工作人员做了三样的标志 一个红色的一个黑色的 还有这一张是不再生日的 我还是选了黑色的 因为在日本大部分人都用黑色字笔 你们三个字かな とってなんか粉色的 字がないのやつですよね 大丈夫 これに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 ありがとう 蛋糕看起来不错 文家麟酱 总说生日蛋糕给他买一块吧 人太多了 买完了赶紧走 完了今天买的这个呢 是还叔叔 还有那个姑姑家的那个欧开西 就是他们一人给的是 一万日然的这个红包 在这边呢 其实就是不管是送什么礼 大家都就是比较亲 跟我们国内可能还有点不一样 还有呢大家可能呢 特别好奇我生孩子收了多少红包 我今天大概就简单和大家说一下吧 一共说的是公婆一个 小叔子一个 奶奶一个 然后外公一个 然后姑姑家一个 然后叔叔家一个 就是收了六个红包 然后呢 姑姑和那个小 叔叔家呢 他们都是一万日然 就是这边最普通的那种 因为他们生孩子 公公 公公这边也是给的一万日然嘛 我们这家族是个样子的 一共呢 反正不多 别人的话我不太想说 大家呢 也别好奇 我觉得把这些红包全部就是公开出来 我觉得会引起大家的 嗯 别人的比较 然后还有就是感觉 嗯 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 不好意思啊朋友们 总而来说就是 生男将 二十来万吧 就是二十来万日然 人民币的话可能是一万块钱 然后我要还你的呢 就还叔叔还有姑姑两家 因为别的四家公婆还是奶奶 他们就是跟我说了 今年不用还了 说让我不要还 因为 他们说反正也不多 就是我们都是自己家人嘛 不要还 然后外公是因为他有那个糖尿病 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像我上年间的时候 我给他 他给我大红包嘛 我给他是买的一个那个 按摩的 是和婆婆商量的 然后这次呢 本来 婆婆说跟他说 他年轻大张 他不用给我们了 然后他说他也要 意思一下 他也要 还是给了我们一个红包 但是他呢 跟婆婆说了 就是说叫我不用还回礼 因为他一个老人 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吃不了 然后有些东西他也不用了 就是我还了也是浪费 所以呢 他今年给我一个小红包 让我不要还礼 结果呢 收六个红包 只需要还两个 好了朋友们 那我现在赶紧回家了 然后 这期呢 就分享到这了 那今天的日文小单词 就是 就是回礼 朋友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不好意思啊 我说的红包 没有一个个和大家说 我觉得 这个问题 怎么说呢 我不想引起各种增疑吧 谢谢大家